哈喽 大家好 最近有很多粉丝说这个火锅鸡的调料就是不会做 然后正好我今天就开一份来煮一下这个鸡 这个鸡是我伯爷讲的 这个鸡嘛 它都得了 因为它全是冬至鸡嘛 我已经有鸡打过鸭才能给它得了 然后我吃不着 我有点准备给它杀了 这一包是底料 里面有牛油 有一些辣椒一起炒的 然后这一包的话是泡椒 里面有姜 有泡椒 这个泡椒不是很辣 先把这个倒出来 为了你妈鸡大鸡 你妈两三斤 走得死不着 那吃啥子 你妈咋味得好啊 你咋康饭味啊 太肥了也要吃了 太瘦了也不得行 管你妈瘦不瘦 啃骨头嘛 好 我们这个 这个的话 如果吃的味道重一点把它切开 切的不重 吃的味道不重的话就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面的这个水不要 这个切开这个鸡盐水啊 嗯 切开了就更香嘛 嗯 这个刀拿给你切了嘛 整得好断嘛 嘿嘿嘿 它这一整磨都没磨哈 嗯 它鸡盐水 基本上它都是用鲜盐水 好 把它宰了 它切了嘛 这个鸡盐它切嘛 你妈磅过去嘛 没啥子 它手就慢 嗯 哼 吃了嘛 它拌了都没摘啥子 不至于吧 它不至于 它手就慢 它不高得手 好 那就喂 够了 这个鸡盐水 挺滑亮啊 你先吃完一个再吃嘛 那么贪心 慢慢吃 我们用这个笋子来烧 这个笋子要从中间切一下 让它把里面的水丢出来 那个鸡有点嚼 一边开就行 好 可以了 可以准备做了 这个焯不出啥水的啊 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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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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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